日前 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惊险一幕 一名男子在家里的门廊上和一只黑熊搏斗救下了被袭击的爱犬 监控画面显示 当晚的7点25分左右 沃尔特站在自家的门廊上 当他的狗狗们走到门口时 一只熊跳过栏杆袭击了他们 沃尔特转身和熊搏斗将熊推了出去 然后用长椅挡住了门 沃尔特的背部和手臂被熊抓伤 所幸狗狗们没有受伤 沃尔特的妻子说 当时丈夫以为是邻居家的狗来袭击他们的狗 他一拳打仗却才发现是一只熊 沃尔特还说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担心熊越过他进到房子里 如果这样的话 他的妻子和狗狗们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